藏狼是否被神化 这段视频是在我国青藏高原拍摄 一匹狼大战六只藏狼 最终结果是狗一死一伤 受伤的狗一瘸一拐的和其他死之狗 丢下伙伴的尸体落荒而逃 而野狼则毫不客气的叼击 被它猎杀的狗往山顶而去 说到藏狼不得不说说 土耳其视为瑰宝的牧羊犬 坎高犬 这里有一段坎高犬大战狼群的视频 大家觉得是藏狼厉害还是坎高犬厉害呢 视频是一位坐在拖拉机内的农民拍下的 狼群闯进村庄抓走一只鸡 一条坎高犬追了出来 面对人类 这个狼群似乎并不惧怕 即使拖拉机轰轰响得不停 群狼依然徘徊在它身旁 虽然视频没有给出这群狼有多少 但从画面来看应该不少于无品 他们绕着拖拉机不停打转 这是因为一条小型犬跟了过来 当它发现危险 旋即朝人类的位置靠近 躲在拖拉机下 狼孔于人类并不敢靠近 但它们并不想叼一只鸡 就结束这次猎杀 它们将目标放在小型犬身上 只等它从拖拉机下钻住 给它一个痛快 视频到这里 小型犬吓得一言不发 画面中也没有传来狗叫声 这是传来小型犬叽叽哼哼哼的声音 也为支援的 是一条坎高状 这种劫后重生的喜悦 让小型犬被受鼓 终于赶从拖拉机下钻出来发出犬吠声 而且我们也能看到一匹狼 在坎高犬面前选择了撤离 不过这是一个狼群 优势在狼 三匹狼朝砍高犬冲杀而来 它们似乎只是想将砍高犬驱离 叼走地上的东西 至于是什么东西 视频没有给出回答 其中一匹狼引开砍高犬 给同类争取机会 吸引砍高犬朝远处跑去 不过狼很聪明 它似乎知道 一比一自己没有优势 又迅速折转朝狼群的位置 跑了回来 因为田砍挡住了视线 并不能看到发生了什么 或许是砍高犬抓走了一匹狼 还是狼群改变想法 决定猎杀一条砍高犬 四匹狼开始朝砍高犬的位置移动 毫无疑问大战一触即发 可惜视频拍摄者并不敢下车 所以没有拍下来 那么这条砍高犬是什么结局 不知道谁注意到这段镜头 画面中的砍高犬 并没有佩戴防狼象权 这种能有效反伤给狼的反甲 所以毫无意外 这条砍高犬被野狼群猎杀了 它脱离了人类的保护 在第二天早上 狗主人找到了它 砍高犬几乎已经被狼群吃光 所以大家觉得砍高犬和藏狼 谁更厉害